他痛揍越南白眼狼 提到他的名字 至今仍是越军难以磨灭的阴影 他就是越南克星上将张万年 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让越军打出活捉张万年的横幅来呢 1979年2月28号 张万年率领127师挺进陆平县城 看到大街上拉的横幅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上面赫然写着 打垮127活捉张万年 那么多解放军将领 越军为了鼓舞士气 打出这样的横幅 可见有多么的惧怕张万年了 不惜派出顶尖的特工队 袭击指挥车 张万年临时将指挥部安置在 距离前线100米的位置逃过了一劫 突然又被指名接电话 军长反复确认了是张万年本人 这才告诉他 越军在电台里散布了他被活捉的谣言 张万年火了 怒斥道 胡说八道啊 他一夜未睡抽了整整七宝烟 才指挥部队从进退两难的绝境当中 杀出一匹光明来 而越军却小动走断 张万年打仗到底有多猛 为何会被越军如此针对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咱接着讲 他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员猛将 因为推进速度太快了 许室友都得急忙下令 让他原地待命 名声更是让越军感到的难寒 他就是越军可兴 张万年 吓得越军为了鼓舞士气 直接打出了 打垮127活捉张万年的口号 1978年12月底 正在进修的张万年突然接到了升职的命令 担任43军的副军长 接任127师的师长 正是他率领的这个师 成为了反击战争越军的噩梦 此外还有一道命令 要求他终止学习 立即前往127师驻地 带队到广西的中越边境备战 张万年深知这一调动 一定是要打仗的 许室友安排他拿下芝麻和龙头地区 为大军前往陆平县城扫平障碍 掩护55军攻打亮山 张万年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拿下了越军准备坚守半个月的芝麻地区 打响了127师对于第一战 打出了士气和威名 教会越南白眼狼学做人 那么张万年还有哪些偷出表现 后来又怎么样了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咱们接着往下讲 张万年是越军的阴影 两次进入越南 成为了最了解越军的解放军将领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中是大黄一彩 带着铁军127师 因为推进战线速度太快 让勇猛著称的许氏勇将军 不得不剪辑叫停 让他们原地待命 张万年错过了后期战事 遗憾不已 没有想到撤军时 越军居然为了上丘好看的战绩 命令338师追击127师 郑重张万年的下怀 直接排兵补阵 连开了三枪 打算杀一个回马枪 没有想到越军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轻声一响就开炮 追击违背撤退命令 张万年只能遗憾地撤军 能够打的越军是丢魁写家 是因为张万年在美越战争时期 跟随西山学习组 到越南交流过 熟悉丛林作战和越军的打法 在越南前线 两次收到了表彰名声大阵 为中国军队的强盛 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3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官至中央军委副主席 2015年 在北京与世长辞 校年87岁 为戎马一生的张万年将军点一个赞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再见